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的五次沉思》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十二万字 我会用大约二十分钟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什么是美? 美与生命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世间万物各有各的美 但不同的人对美的感知和理解是不一样的 俄国小说家契赫夫认为 俄国小说家契赫夫认为 人的一切都应是美的 外貌、衣裳、灵魂、思想 德国诗人戈德说 外貌美只能取悦一时 内心美方能经久不衰 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则有独特的观点 在他看来 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 但你不能这样来评价一个人 既然众说纷纭 那么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从几千年前带有东方神秘感的古老中国 到欧洲复兴时代 充满艺术气息的西方世界 从诗歌到绘画 从美学研究到哲学理论 人们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的探索 今天我们就将通过一位 学贯中西的学者的思想轨迹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 深入地探讨美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听的《美的五次沉思》这本书 是一本谈论美的本质的随笔散文 作者从中国人的审美观 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学理论谈起 将东西方对美的认知 以及哲学体系对美的探讨融合其中 畅所欲言地讲述了美与生命世界的关联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美的思索记录 也是他与各界友人在美的问题上 所碰撞出的珍贵的思想火花 他通过《五次沉思》 循序渐进地讲述了美学的哲学性与实用性 东西方美学的差异等问题 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思考 《美的五次沉思》这本书的作者是程鲍一 著名旅法华人学者、作家 法兰西学院第一位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华裔院士 程鲍一常年住在法国 但他仍然坚守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他用法文写作了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 还翻译了大量中法两国文学大师的作品 由于常年在中法文化之间滋滋不倦地耕耘 程鲍一被法国学术界称赞为 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永远不疲倦的百度人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 如何欣赏自然之美的妙处 第二个重点 如何理解人之美的内在本质 第三个重点 如何领悟意境之美的意义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如何欣赏自然之美的妙处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造物主的奇迹 特别是大自然的五彩瑰丽 让我们在视觉震撼的同时 不由得被它的美而深深蛰伏 大自然的美是独特的 我们存在的世界是由数不清的生命组成的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具有它的独特性 我们身边的每一朵花 每一片叶 每一只小鸟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有了独特性 才开始有美的可能 这些独特的生命 它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也是独特的 而我们眼中的美 就常常在这不断更新的瞬间诞生 瞧 那高耸入云的山峰 潺潺流淌的溪流 那清脆玉地的芳草 岔子烟红的花朵 都是美的展现 那在夜幕中闪烁的星辰 在雨后的天空中绽放的彩虹 那在沙漠上挤走的骆驼 在雪地里捕食的红湖 更是美的象征 这些独特的生命和美的瞬间 是造物主特意赐予我们的礼物 它们向我们展现的情景 是从来不曾重复的 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景物 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它一样 是崭新的 是富有变化的 那飘荡的云 吹拂的风 那洒落的雨 飞舞的雪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就像人们常常提到的那样 事物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 仍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这可惜 我们渐渐丧失了感受美的能力 面对大自然的美 我们的感觉器官已经变得迟钝了 这些熟悉的情景大都被我们忽略了 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 这真是一种遗憾 大自然的美是潜在的 在凡尘俗世中生活得久了 欣赏美的眼睛也慢慢被蒙蔽了 面对眼前的事物 我们时常用漂亮 闪耀 月幕等形容词来称赞它们的外表 却往往忽略了它们内在的勃勃生机 当然形式的美也是美的一种 它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形式的美远远不足以包括美的全部概念 真正美是一种潜在的东西 它一直存在着万物之中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它的魅力 这种美来自生命的内部 是生命内在的冲动之美 它就像一股喷涌而出的喷泉 将生命的欲求不停歇地喷发出来 我们不妨用公认的美的象征 玫瑰来验证这一点 德国神秘主义诗人安吉鲁斯·希莱索斯 非常欣赏玫瑰 曾为玫瑰写过不少动人的诗句 其中有这样的两句 玫瑰无由开了花 因为它开了花 它就那样自身无忧 也不图被剑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玫瑰开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它想开就开了 它什么也不多想 无忧无虑 也不在乎有没有人会欣赏它的美 那么玫瑰为什么要尽情绽放呢 很简单 最多举世无双的玫瑰 就是这株玫瑰生存的唯一理由 玫瑰想要在这世上 留下独属于它的独特标记 于是为了这个梦想 玫瑰在冬季储备了足够的力量 当第一缕春风吹拂过大地的时候 玫瑰便发动了植株内的全部生命能量 它勇敢地冲破了土壤的阻碍 疯狂地吸收着雨水的营养 它的生命力太蓬勃了 那纤细有力的枝干 那充满生气的叶片 都是它尽力生长的标志 终于有一天 一股力量从地底深处快速穿过它的根莖 在枝干的顶端 凝结成一个娇嫩的花蕾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花蕾绽放了 它艳丽的花瓣 浓郁的香气 都是那样的无与伦比 在庞大的玫瑰园里 再也找不到一朵和它一模一样的玫瑰 它就像小王子种在星球上的玫瑰那样骄傲 玫瑰的美就是生命存在的潜能展现 它的血肉凝聚在绽放的花朵上 它的灵魂融合在曼妙的身影里 它不需要由谁来见证它的美 美就在它的生命里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如何欣赏自然之美的妙处 大自然的美是独特的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 有了独特性才开始有美的可能 大自然的美也是潜在的 特别是生命内在的冲动之美 远远要比形式的美耀眼许多 美就融合在自然万物的生命里 说完第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理解人之美的内在本质 在第一部分我们说到了大自然的美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人的美 呈现在人身上的美 远远要比大自然的美复杂许多 人是由身体层面和心智层面构成的 人的美也可以从这两个部分说起 第一个方面身体的美 人的身体是非常美丽的 这种美比玫瑰的美要更有深意 在身体的美之中包含着内心的欲望 充满了射魂勾魄的诱惑力 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之美 更是美妙中的美妙 让国内外的艺术家为它痴迷 纵然万劫不复也要沉迷其中 中国古代的文人默克们 经常用文字来描述女性的身体 比如亭亭玉立 杨柳细腰 春葱玉脂如兰花 三寸金莲似元宝 云秀清白朝蝶舞 仙妖慢拧飘思涛 等诗句都在尽情描述 古代女子婀娜身姿的美丽 在中国的诗歌中 还经常见到诗人 用大自然的产物 形容女性的美貌 比如月亮 星辰 阳光等等 像诗经中的 月出角兮 角人聊兮 就是我国古代 最早以月亮比于美人的诗歌 意思是 月亮出来如此洁白光明 璀璨家人 如此美貌动人 诗人用皎洁的月色 比喻女子的美丽 使读者对景生情 引发出许多美好的联想 此外 像珍珠 冰雪 玉石 水波 果石等 来自大自然的元素 也时常被文人 用来比喻 女性身体的曲线和柔美 这些比喻的物体本身 就已经是 大自然的美丽产物 用它们来形容 女性身体的娇美 可以看出 女性之美 在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清代文学家张朝 在《幽梦影》中 这样写道 所谓美人者 以花为貌 以鸟为生 以月为神 以柳为态 以玉为谷 以冰雪为肤 以秋水为姿 以诗词为心 无 无见然矣 可以说 女性的美 已经成为了大自然 美丽珍宝的综合体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家们 同样对女性的身体之美 赞不绝口 她们通过绘画 雕塑等艺术品 尽情展现了 女性耀眼的光辉 比如 意大利艺术家 达芬奇的著名肖像作品 蒙娜丽莎 她的美 就蕴藏在 面部的神秘表情上 嘴角边的那一丝 朦胧的浅笑 散发着 梦幻而诱人的气息 再比如 法国画家 安格尔的 《拳》 刻画了一位 正在沐浴的 曼妙少女 画家通过柔美的曲线 纯真的容颜 表现出一种 典雅 纯洁的脱俗之美 女性的美 美在骨子里 她将内心的欲望 与美的展示 完美结合在一起 具有天生的精神征服力 能激发出我们 向往美的冲动 丰富我们 对美与爱的感悟 第二个方面 心灵的美 如果说人体的美 让人恋恋不舍的话 那么心灵之美 则更加令人瞩目 心灵的美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真正的美 并不单单是 拥有一副美丽的皮囊 它是由内心 丰富的灵魂 借助外面的躯体 透露出来的产物 中国人认为 女性美是一种 天赐的美德 古希腊人认为 美这个词 既包含了美的概念 又包含了好的概念 法国哲学家 亨利伯格森 在《思想和动性》一书中 简明恶药地 对美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 美的最高境界 就是优雅纯真 真正的美 是超越外表的 巴黎圣母院里 面目丑陋的敲钟人 卡西莫多 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 长相平庸的简爱 外表不出众 却勇敢理性 富有爱心 希腊哲学家普洛丁 在《九章集义》书中 特别强调了 真爱是超越表面的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没有比在某人身上 看到的明智 更真切地美了 我们爱它 与它的脸无关 哪怕它的脸很丑 我们透过它的外表 寻找它 焕发出光辉的内心美 真正美是崇高的 愉悦的 熠熠生辉的 中国人经常说 真善美 是的 真与善 总是和美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的 就拿著名的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来说 他的音乐造诣 是天才级的 但是他的脾气 却非常暴躁 因此很多人 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然而 每当有人认真的 与贝多芬谈论 艺术创作时 这位坏脾气的大师 反而会很谦逊地 告诉对方 真正的艺术家 是没有骄傲的 他们总是在探寻 更高的境界 在那个境界里 永远有一个 真正的天才在发光 贝多芬的话 充满了对艺术的敬重 这就是一种善 一种可以滋养美的善良 真正的美 还是一种精神需求 它拥有同情 怜悯 慈悲等 优良的品德 它表达了 充满伟大高尚的勇气 它代表了 正义与博爱 就像俄国作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说的那样 美 终将拯救世界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理解 人之美的内在本质 呈现在人身上的美 远远要比 大自然的美 复杂许多 人的美 由身体的美 和心灵的美 两方面构成 身体的美 特别是 女性的身体之美 包含着 内心的欲望 充满了 射魂勾魄的诱惑力 而心灵的美 是由内心丰富的灵魂 借助外面的躯体 透露出来的产物 它是崇高的 愉悦的 意义生辉的 它足以拯救世界 说完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看 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如何领悟 意境之美的意义 我们对美的感受 不能仅仅停留在 表面的感官水平上 我们还应当 用心去体会 美的内涵 从美好的事物上 感受到生命内在 深处的东西 这种感觉 可以用一个词语来表达 那就是 意境 意境的美 是高级的精神状态 特别在中国 人们喜欢用意境 来判断一幅画 一首诗 或者一篇文章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 意境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它表达了创作者 当时的精神面貌 以及心灵的寄托 中国人心目中的意境 有一种寻求本源的意味 就像《道德经》里提到的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 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 不仅要有形 更要有意境 形与意 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当意境 达到了一定高度 与天地和谐一致的时候 这件作品 才是完美的 意境的美 是心灵的最高维度 意境 是一种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 它不会受到 时间和空间的阻碍 会持续不断地 散播它的美 意境的美 并不能人为设置 它的形成与到来 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 意境的美 也不是直白外露的 它就像 云雾缭绕中的山峰 具合一种 油爆琵琶 半遮面的动人美感 当我们超越了 形的本体 感受到意境的美时 往往会喜出望望 如获至宝 就像 东晋田园诗人 陶渊明的作品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诗人在庭院中 随意地采摘菊花 无意中抬起头来 恰好看见了 云雾散去 正在慢慢显现的南山 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诗 有一种自然的平静之美 慢慢吟诗 仿佛瞬间就可以摆脱 尘世的一切烦扰 而这种悠然自在的意境 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 已经很难领略到了 再比如 宋代女词人 李清照的经典作品 声声慢 寻寻觅觅 一开头 就用十四个叠字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形象生动地表达了 作者孤独寂寞的 忧郁情绪 可以说是 一字一类 字字扎心 中国的山水画 更擅长创造意境之美 常见的山水画中 总是会有一个 人物的形象 与其余的景物相比 这个人物并不起眼 但是 它却是整幅画的 核心所在 观赏画的人 所看到的画面景物 都是围绕着 这个小人物安排的 它就像是 风景画的灵魂 决定了 整幅画的意境走向 意境的美 还是创作者 与它所在世界的 心灵对话 艺术家通过文字 和绘画 向这个世界 倾注它内心的声音 唐代大师人李白 独自一人 在静庭山游玩的时候 触景生情 感受到一种 旷世的孤独感 于是 他写下了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的诗句 奥地利作曲 莫扎特 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 被落日余晖笼罩的万物 恍惚间都变换了模样 就像在五线谱上 跳动的音符那样 一下子拥有了灵动的感觉 面对此情此景 他不由地感叹说 我寻找彼此相爱的音符 所以说 意境的美 是需要用心去捕捉的 如果没有被捕捉到的意境 美是不存在的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三个重点内容 如何领悟意境之美的意义 我们要学会从美好的事物表面 感受到生命内在深处的东西 这就是意境 意境的美是高级的精神状态 也是心灵的最高维度 它的形成与到来 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 更需要我们用心去捕捉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如何欣赏自然之美的妙处 总结一下就是 自然界的每一个生物 都具有美的能力 它们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独特的 是美的 但那些令人演化缭乱的形式美 并不足以包括美的全部概念 更深刻的美 是从生命内部 喷发出来的一种欲求 它推动着世界万物 充分完善自己的存在 绽放出最完美的形象 其次我们说到了 如何理解人之美的内在本质 总结一下就是 人的美包含了 身体的表面美 和心灵的内在美两个部分 人们从培养身体美开始 渐渐懂得如何提炼 和展示自己的外形魅力 一步步提高了 自身的审美观念 而那些具有真善美的灵魂 早已突破了身体美的界限 从内心深处激发出美的光亮 进一步提升了美的价值 最后我们说到了 如何领悟意境之美的意义 总结一下就是 意境的美是一种潜在的势能 它与创作者的精神和心灵息息相关 意境是行与意相结合的产物 当作品的形与生命世界的意 达到和谐默契的境界时 意境就与我们产生了共鸣 散发出意味悠长的美 美是独特的 是神圣的 是与生命世界相吻合的 只有我们感悟到美的愉悦 才能充分享受生命的意义 感谢观看